老賊集團 五秒偷一部機車 這名男子鬼鬼祟祟 觀察停在路旁的機車 向中其中一步之後 還四處張望 確定沒人才上前動手 中途有路人經過 他趕緊裝作若無其事的離開 之後再回到現場 以T型板手插入鑰匙孔 輕輕鬆鬆偷走機車 警方調查 這個偷車集團 由四名年過五十的老賊組成 主嫌張東海今年二月出獄 因缺錢花用找昔日育友分工偷車 他們以二或三人一組 不到五秒就可偷走一部機車 得手後再集中到特定處所 以每部一千元代價拆解變造 然後交給中古車行 以每部二到三萬元賣給不知情民眾 高市行大在三月聚報跟肩 歷經一個多月追查 週二逮人 警方共追回八部髒車及改造殺人機等物品 連同偷車手 改造及銷葬的共犯一併逮捕 全案訊後依切到罪嫌送辦 東新聞 才剛出獄又要進去喔 報導